為期兩天的超自然大能學校 11月14、15日 在台北林陽山莊舉行 這是延續前兩次 超自然大能與使徒性教會特會 的跟進培訓課程 現場近兩千人 兩百三十間教會參與 將原法蘭克海克瓦利 長期搭配瑪都納多牧師 巡迴三十五國服飾 這兩年連續來台三次 對台灣教會有特別感動 這是一個祈禱的動作 這個國家很餓 我們看到的煩惱 我們看到的懲罰 我們看到每個信仰 在喊為神使用的使用 我們祈禱台灣的祈禱 我們很興奮看到 什麼神會繼續做 那我們真的在這個聚會當中 看到來自各個國家 各個城市 各個宗派 各個教會的人聚在一起 你真的好像是看到 這個啟示錄裡面講到說 各民各族各方的人 在一起來敬拜讚美 是非常美的 我也覺得是因為這樣的合一 是台灣眾教會的合一 華人眾教會的合一 甚至是這些說英語的教會 說西班牙語的教會 跟我們之間的合一 所以帶下這麼奇妙的工作 瑪都納多牧師團隊 美國邁阿密耶穌軍王國際事工 從2017年起受邀到台灣 在兩次超自然大能頭會中 帶下可慕聖靈的恩高 也啟動台灣教會 進入超自然能力侍奉 這當中的關鍵又是什麼 我們看到聖音裡面 它好像有講到很多 從死人復活 瞎眼看見缺的行走 在他們的以為是 這是現在到如今都會發生的 所以有極大的信心 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 他們也很在意 這個神的真理的教導 所以我觀察到他們是聖靈跟聖道 他們是非常在這裡面 是扎根扎得非常深的 第一次使徒瑪都來的時候 是帶下一個可慕在當中 第二次來的時候 我覺得是很特別 是有一個恩高的分次在裡面 另外在他的聚會當中 常常談到一個叫 一個啟動 把這個我們領受的恩高 再把它啟動起來 那麼如何行在 上帝超自然大能釋奉中 課程從內在意志釋放彈器 因為生命中的不饒術 被拒絕 醉舊感 將會攔阻鼠齡信心成長 這些都帶給學員 一記重要的行蹤 你裡面帶著這個不饒術 帶著這個背包放在你裡面 神怎麼樣能夠使用你呢 神要使用你 神要使用你 神要帶你進到 下一個裡面的境界 可是那個不饒術必須要 那一刻你嘗試戰 那個不饒術把你捆住了 你嘗試要掙扎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這不是一個時代的 是一個時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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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一個時代的 我們是一個時代的 我們想要一起去 不要被其他事 別被其他事 在實際上 這就是神在說 關鍵時刻 聖靈的工作正引領台灣眾教會 走在合一的旅程 也預備新奇使徒性教會 用神奇奇事來見證 上帝福音的大能 每一位弟兄姊妹 要進入超自然能力的時候 會成為亞洲上帝祝福的門戶 Amen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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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